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們問這個觀眾 問社會到底什麼是正常 Hello Diva Channel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劉俊謙 我是Cecelia 蔡詩雲 導演帶了我去見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是有情緒病的困擾 那我就聽一個女生去說 關於她的過去 或者一些不開心的經歷的時候 她的狀態是 好像在說別人的故事一樣 是一種疏離的感覺 其實可能很多人 對於過去一些不開心的經歷 都不會那麼容易去展露在別人面前 他們都會喜歡將一些東西藏起來 就是這個角色的自卑 它的脆弱 它的自我價值感低 其實跟劉俊謙自己本身 可能有些東西是連結的 我們都是 不是很愛自己的人 精神病患者不愛自己 可能是因為 覺得自己有病 很難會有人喜歡自己 當我病發的時候 但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我都會發覺 我都會有不愛自己的地方 別人愛我 或者別人愛利志樂 即我飾演的角色 其實他自己都會去推開所有人 因為他自己覺得 不可愛 所以我不相信這些愛 你們都不要來愛我 如果你們太愛我 其實我反而怕自己會受傷害 這兩個角色是一種 互相治癒 互相救贖的一個過程 因為 因為其實在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 因為正正是李志樂的真誠 他對自己很正確 而令到他帶到一些提醒給葉藍 好像一塊鏡 去看清自己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很多戀人的關係都是一樣 本身兩個人就好像一塊鏡 在一段關係裡面 需要互相去提點 互相去關照對方 其實什麼叫做正常呢 什麼叫做不正常呢 就是好像 我叫做已經是李志樂 類似了一個精神病人 就有一個類似不正常 他是一個 讀書很厲害 心理學 正常 反而 一個精神病患者 他們是更加honest 在面對自己 或者對別人 而一個so call 正常人 其實是更加多的掩飾 更加多的不坦白 在當中 是慢慢慢慢 這個社會 或者身邊 他的成長 他的家庭 交流 到他要成為這樣 去用自己的身體 或者用一些不太好的方法 去獲取利益 其實是一個問題 我們問回這個觀眾 問回社會 到底什麼是正常呢 因為愛麻辨 其實也許會